杜亚苏 杜亚苏 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吵啊 听说你能力不错 那这样给你三天时间 你出几个方案给我挑 小洁 好 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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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powder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杜小姐 又来卖酒啊 成本控制得不错嘛 交通费都省了 雷总 你别耽误我 我还有正事呢 喂 喂 你好 我是 雷总 是你叫的代价 怎么 要报订单号给你看看吗 不用了 那我再帮你重新叫一单吧 您这活我接不了 为什么 我叫一代价来一熟人 这不更放心吧 你放心 我不放心 怎么了 杜小姐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啊 你没事吧 你 没事吧 你搂着我干吗 是你搂着我的好吗 我告诉你 你放尊重一点 我们干代价的可没有这种服务 要不然 要不然你自己 自己走到车上去 杜小苏 你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吵啊 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做你们代价的 都经常碰到我们这种 核弹的 抓着不三手的门 赶紧上车 走啊 乐着干嘛 走啊 你找什么呢 这车没有要什么 发动啊 脚踩着刹车 在那儿 按一下 我说你是代价吗 我说你这位女司机啊 挂档啊 你闭嘴 你闭嘴 我说杜四季 您这开老年代步车呢 照您这速度啊 咱们明早都到不了 你少废话 是你让我开的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 可以退单呀 那多不好 剪得我多没心胸啊 是不是 像你这样 稍微有点姿色的女司机 不多吧 一碰到色狼怎么办 你们上岗前 是不是都有做什么仿狼培训啊 照您这蜗牛速度 等于是半会儿也到不了 闲着也是闲着 聊会儿吧 海狼 重点你就够危险的 是 真啊杜四季 你这是阴沟里翻车啊 看得漂亮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车太高了 我刚才都没有看到 这儿有一马路牙子 我也没有看到 前面有这么一个花坛 我得趁着头看 你再趁一个我看看呗 别叫借口了 爸 报警 找拖车吧 要不是刚才你跟我说话 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能 我 我现在先报警打拖车 你别跟我说话 喂 对 对 在青石路上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银行大厦 好的 好 谢谢 拖车说了 三十分钟之内可以到 耽误你的时间了 真的 很抱歉 你干吗 不会是要哭吧 哭什么呀 没有 没有哭 怎么说哭就哭了 还真哭啊 我就是 我就是想干一代价 多赚点钱 结果可好了 把车都撞了 不是 我这儿没说什么呀 你把我车撞了 我又没抱怨 再说了 我又没让你赔 你让我赔 我也赔不起 你说你们这些土豪 干吗开这么贵的车呀 早知道这样 我都应该退单 好 好 行了 你就别嚷嚷了啊 你再这么嚷嚷 一会儿警察都被你喊来了 等拖车吧 不对啊 你把我车撞了 你把我的林肯 当老爷车开 你撞在花坛上了 我没让你赔 你现在在这儿大哭小闹的 还要我劝你 为什么呀 该哭的应该是我吧 反正 我也赔不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本来想开个车赚点钱 偏偏还碰见了你 这回当好了 我说你行了你 一天到晚就琢磨着赚钱 就为了那套房子吗 你怎么办 够执着的 那是他留给我的唯一东西 我必须要拿回来 是你们叫做偷车吗 对 这边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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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